這個叫淪散沙草 開白色的灰 那個是椰漿花 那麽當面這樣我們看到的 其實是白鹿 就是少祖 他們相當尊身的白鹿 那麼少祖原則他們原本 寄住在阿里山附近的山區 寫說是靠打獵為神 那麼在數百年起來 就是他們的祖先 在打獵當中 發現到這隻白鹿 感到相當的稀奇 又來抓到他 又來追捕他 一直追逐白鹿 追追追到這邊來 才讓他們發現到美麗的姑娘 日夜坦 他在邀請他們的祖人來全村 先到日夜坦這邊來定居 因為日夜坦它是屬於高山湖泊 常常會來起佛物 感覺上很像照著菩薩的修舍姑娘 所以船長就把它形容為美麗的姑娘 三門咧斯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 它的中央 有一個大師頭 就是邵主 他們香乾孫生的聖姓 不是聖爺實 聖姓的聖 也聖咒 這個 好 我們現在看到右左邊 像蛙 過來 沦長 大山 右前方我們試翻著一個弦點 這個弦點它四字方方的 四字方方的天城 這樣幹得慘,那一趟寬恶 這個福田的由來啊,會比這些趙子拿來做 尤其為人家蠻厲害的 連漢的學位來做美 就彎到右手邊,這個豬仔山,這個山路這樣 來做這個農作物啊 聽說是中菜們最喜歡的小米 他們喜歡喝小米酒 看他們沒有公米酒,沒有米酒 看他們就沒有小米酒 後來這邊做水會上升,把他們的濃點淹沒在水底下 他們很不甘心,超級的不甘心 找一大堆的湖墓,煩惱的失蹤 就在水面上繼續來填土 在水面上繼續來種植他們的農作物 看著我們介紹,島中的那一棵聖史的幸久 少子原住民,他們每年的過年 就在農曆的八月十五,中休閒的時候 他們是生為豐年紀 每年農曆八月一號,就是他們的主營紀 我們先看到我們正前方 正前方看過去比較遠的,雖然有點朦朧 這個是九問阿山,九安一大立正的鎮央 離我們這間方,直線距離有十五公里 我們提到他們的祖靈紀 每年農曆八月二號的時候 少子他們屬於農曆社會 由他們的先生曼,先生曼,來率隊,來擔當,來祭拜他們的祖先 每一位祭祀者,都會代表常常的墓廚 左邊一個墓,又有一個像,好像墓樁一樣 一邊唱到他們的祭祀的歌 然後共同用這個墓廚,來敲擊這個聖史 敲擊這個聖史的意思,就表示要喚醒他們的屬林的意思 讓他們唱歌好聽,然後敲擊墓廚,先是一個曼妙的節奏感 就是我們日常相當有,相當好聽的邵祖的屬林 過程說,當時你們剛才幾乎應該要來參觀過 以前觀望島,地震之前是可以登島的 島上有九株、龍火兩倍,相當的冒水,相當的漂亮